中国铁路总公司将出重拳整治乘客在动车上的吸烟行为 记者了解到8月15号起在动车上吸烟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罚的旅客 铁路票务部门将暂停为其提供动车组的售票服务 那么具体的限制举措就是 首先旅客在动车组吸烟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之日起 暂停对其发售全国各次动车组的车票 旅客需要期待身份证原件 在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签订协议书后 可以购买动车组的列车车票 朴素旅客列车票不限制购买 另外在签订协议书之后再次违法吸烟的旅客将停止对其售票